4日 巴黎生日尔曼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视频 刚刚率领阿根廷对多德卡塔尔世界杯冠军的梅西归队 全员立对欢迎 鼓掌致庆世界冠军 1月4日 巴黎生日尔曼官方推特更新动态 梅西于今天早上返回俱乐部训练中心 世界冠军休假归来 当梅西换上训练服出现在训练场的时候 突然发现大巴黎为他安排了热烈的欢迎仪式 大巴黎球员和工作人员列队迎接了新课世界杯冠军 梅西一脸腼腆的笑容从人群中间走过 大巴黎全队昨天放假 今天全队回复训练 只有穆巴佩和阿什弗拉不在队内 他们两人世界杯结束后没有休假 现在补休了10天长假 目前正在美国度假 指的议题的是 姆巴佩的弟弟伊桑姆巴佩参与了列队鼓掌 想姆巴佩代表哥哥为梅西送上了掌声 在世界杯军赛中 姆巴佩上演帽子戏法 但是在点九大战中 法国队西拜阿甘廷队无缘未免 随后发力高层 坎波斯还向梅西颁发了奖杯 梅西对此还有些惊讶 梅西微笑着展示了奖杯 队友们和工作人员为他鼓掌 据对报报道 梅西将无法参加沙特鲁的比赛 对阵昂热的比赛他应该可以出场 主教练加尔迪埃认为 他的球员至少需要4-5天训练 才能恢复比赛状态 但是他的恢复不会有任何困难 梅西回归巴黎训练和好兄弟内玛尔 小别重逢 氛围高兴 内玛尔送上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有人有说有笑 内玛尔的巴西队在 4分之1决赛被克罗地亚队检投淘汰 没能碰上梅西达根挺队 也颇为遗憾 不过内玛尔向梅西表示了祝贺 看到好兄弟夺冠 他也很开心 值得一提的是 大巴黎的欢迎人群中 是没有姆巴佩的 他此前和队友阿什拉夫去到了美国 在纽约的布鲁克林观看篮网的比赛 期间还和杜兰特等人合影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姆巴佩刚好赶在梅西归队的时候 没有在队内 姆巴佩的行为也被不少球迷批评 是心胸太狭隘 如果说世界杯夺冠之后 姆巴佩在颁奖仪式和回到巴黎之后的 欢庆仪式中都闷闷不乐 是因为丢了冠军可以理解 但回到俱乐部的层面 他和梅西是队友的关系 而且发甲接下来是有比赛的 并非是1比3 布迪朗斯之后全队放假了 所以赶在梅西回来之前 姆巴佩离开巴黎去享受生活 意思也已经很明显 姆巴佩确实很有战斗精神 这点和他的偶像西罗很像 但也需要释怀和气概 这才是球王应该具备的 姆巴佩是很多人眼中的下一任球王 他对于比赛胜利的追求和欲望 是冲击球王的关键 但也要有松弛才行 比如这次在梅西归队他缺席的事情上 很显然 穆巴佩还是在为之前的丢贯而耿耿于怀 这其实是双面剑 一方面可以激励穆巴佩在2026年卷土重来 但如果一直抱着这样的心态 一旦接下来继续输球折戟 很有可能心态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所以看看梅西的做法 他也曾经有过因为世界杯 好美洲杯决赛的连续输球而退出国家队 但后期归队之后 梅西的心态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他希望冲击大理神杯 偏尽全力力争完美 但只要去立复了 即便是不完美的结果 自己也会接受 并且更加成熟 当然联想当穆巴佩还很年轻 他未来经历更多事情之后 也会成熟很多 所以也期待接下来穆巴佩的表现 争取可以在俱乐部延续好的状态 与梅西一起联手拿下本赛季的欧冠和发奖冠军 实现俱乐部层面的伟大突破 对此网友们纷纷表示 巴黎终于回来了 家里接不开锅了 美老板新春过年回来开工了 瞧瞧门再大 还不得打卡上班 哦恍然大悟 原来给穆总前放十天假是有原因的 穆总就因为提前知道有这个仪式 果断跑去美国看NBA了 可以理解决赛输了 再搞欢迎仪式 这不是伤口散言吗 母总和他忠心的小弟阿什拉夫 很聪明地避开了家道鼓掌 趁母总不在 赶紧把事办了 母总带着根劈虫成功避开了家道欢迎 满满的人格魅力 一个人在单位全体员工为你列队欢迎 发自肺腑的 真的何等幸运 见证一代球王登记 能让极咬不逊的内梅尔心服口服的 也就是没球王了 马尔是打心底扶老板啊 眼神冲都能看出来 美希和马尔感情还是好啊 加油吧 一起带巴黎拿个欧冠 巴黎现在穆巴佩换阿尔瓦雷斯 风险多一个反抢的 大巴黎成绩会更好 就在梅西从阿根廷返回大巴黎当天 有法国媒体报道 大巴黎即将和梅西完成续约的工作 而且双方已经达成口头协议 但是另一位大巴黎的重要球员 内马尔却出现了新的问题 球队的管理层决定 在接下来的转会期出售内马尔 将穆巴佩和梅西作为球队的未来 其实有关内马尔离开的消息 从本赛季开始前就不断传出 但是直到现在 内马尔依然是大巴黎阵容当中的一员 从媒体的报道来看 大巴黎之所以出售内马尔 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 内马尔目前薪资在4000万欧元左右 虽然说这个薪资是税前薪资 但是依然是世界足坦最高的薪资水平 而且梅西和穆巴佩的薪水 都是在这个水平 大巴黎希望改变这种局面 其次 内马尔现在依然有非常大的转会价值 如果他能够离开 将会为大巴黎带来大笔的转会费收入 最后的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穆巴佩和内马尔的关系 并没有得到缓和 双方的矛盾依然存在 并且由于内马尔的合同一直持续到2026年 双方还有一年的优先序约权 已经引起了穆巴佩的极度不满 如果内马尔一直留在大巴黎的阵容当中 意味着大巴黎当时给穆巴佩的所有许诺 都很难完成 这一点是法国射手无法接受的 而在内马尔和穆巴佩中作选择的话 年轻的穆巴佩肯定更有优势 在本赛季开始前 大巴黎其实就做出过出售内马尔的尝试 当时的报价是1.5亿欧元 这个价格放在内马尔的身上 其实并不算高 很多球队都尝试性进行了报价 尤其是纽卡斯尔更是有意完成这笔交易 但是除了纽卡斯尔之外 其他球队并不愿意接受这个报价 内马尔也拒绝离开大巴黎 最终这笔交易也没能完成 从目前的消息来看 如果有球队进行报价 大巴黎将会下调自己的心理预期 其实内马尔在本赛季的发挥非常出色 在大巴黎的阵容当中也做出了很多的牺牲 仅仅是在联赛当中 内马尔就已经打进了11例进球 送出10次助攻 在欧冠当中也有两球两助攻的表现 只不过他的离开其实并非自身状态的问题 更多还是场外因素的影响 内马尔如果真的离开了大巴黎 以后他们想要续约梅西的难度 可能就会变得更高了